大家好,我們今次又聯絡到軍武器言的Nari 去講講烏克蘭戰況最新的形勢 其實可以說是歐奇劇城本身有一個所謂的入和公投 在四個佔領區那裡搞 一宣佈結果之後,烏軍就很成功地光復了利曼的重鎮 可能一天成為俄羅斯領土,第二天又變回烏克蘭 其實在現在的戰局,究竟最新發展是怎樣呢? 其實俄羅斯會不會真的搞了公投之後 就好像他所說,用一切的手段Defend,所謂新的領土呢? 還是烏軍光復更多地方都是指引可待呢? 我們先說一下利曼這個重要性 好,Simon你好,講起來曼這個地區 其實烏克蘭都已經在一個包圍圈裡面 都已經是部署了一段時間的 烏克蘭的軍隊的戰術就很簡單的 即是它是一個唯而不公的戰術 主要原因是他比較愛惜他們的兵員 因為始終在打仗裡面,最忌是老兵 即是有經驗的士兵不停陣亡 就會最後變成一場消耗戰 所以烏克蘭就想破除這種限制 所以就先是把所有的俄羅斯軍隊盡量把他們包圍 以及要切斷他們的補給線 烏克蘭軍隊已經很成功了 即是四方八面的補給線都慢慢把他們切斷 所以在他們發動的總攻擊之前 其實他們首先已經把所有的補給路線 包括從東面和在北面都切斷了 俄羅斯的部隊原本在萊曼地區都有不錯的防禦 因為他們在這裡都佔據了三個月的時間 在南邊有一個很強大的防禦線做出來 烏克蘭最後想過度過都不跟你硬痛 於是就在一個虛位,即是西北面 就趁空虛的位置打進去 所以令到俄羅斯都手忙腳亂了 一個鎮一個鎮收復之後,他們真的沒辦法了 但他們請示要撤退的時候,似乎上面又不給 所以他們就變了很多部隊要死守 到最後當然都是會被烏克蘭攻破這個城 所以他們不走不走,最後都要選擇撤退 但當中我們看到有些主力部隊 就可能早一步向東面,Torsk的鎮就走了 最後有多少俄羅斯軍隊會被俘虜呢? 一個傳聞就是有三個團 一個團大概是一千至一千百人左右 可能有三四千士兵 最後他們的去向,第一就是周圍繪圖 他們究竟這些士兵是單兵地走 還是一團有秩序地走,很難說 但當中要不就戰死,要不就被俘虜 這個暫時人數未明 不過來曼地區很明顯已經被烏克蘭軍隊完全光復了 也進入到市中心,掛起了烏克蘭的國旗 這正式宣佈烏克蘭在哈爾科夫大節之後 現在進行的E952.0 一個攻勢就已經率先收復了來曼地區 接下來就可以繼續東向攻擊其他俄羅斯的陣地光復更多的地區 先說回譯名,香港現在應該叫來曼 我們在台灣這邊叫來曼 但也是東烏克蘭 其實我想我們想理解多幾件事 譬如說現在俄軍的敗退 有多少原因是因為他想集中兵去南面那邊 就是守著黑爾松 而其實想放棄這邊 還是他本身沒有遇過會數得這麼快 所以才有些吵手不及呢? 我相信他能夠堅守這麼久 因為他本身這一隊精弱的部隊 第一,守著是富皮爾斯克在E952個地區 其實這兩個地區本身就是最前緣的地區 那來曼就一定不是的 但是自從富皮爾斯克和E95失守之後 他們的部隊也沒有辦法最後前線撤退到來曼 所以相信對來曼的守軍來說 其實他們準備防禦的經驗是不足的 亦有一部份的主力部隊 之前已經預先調去內赫之重 另外應該還有一批部隊 有機會正規的主力軍已經撤退去更東的地區 有些會向盧金斯克那邊去 有些會去斯亞托克 即是在盧金斯克北部小小的地方 一個物流的新的重鎮走過去 所以其實來曼雖然理論上有重兵霸首 但是他們一定不是這場戰役的主力部隊 所以防務上就比烏克蘭有幾可惜 不過烏克蘭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用了太多的犧牲 就能夠奪得這座城鎮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在戰爭教科書上 一個很好的示範 所以其實在這個邏輯上也覺得很有趣 如果俄羅斯明知道其實也不是守得那麼穩 有可能在轉訊之間又會逆手 那為什麼它又要這麼急著搞這個公投 又或者如果你真的現在情況就是了 你宣布完合併了這些土地 那轉頭又失陷了 其實不是還沒面 為什麼它會被這樣的事件發生呢? 我們相信它吞併四個州 有幾個政治、軍事、外交上的用途 包括如果政治上合法化了四個州 那如果烏克蘭反攻 其實就是攻擊俄羅斯本土 那會不會啟動了他們徵兵一個很好的藉口 就是我們說維國戰爭 那如果真的可以做到維國戰爭 那就不是局部動員令了 那就是一個全面的動員令 那真的可以全面在全國到處抓一些壯兵 就真的打仗 那如果你沒有其他藉口的了 那不是說局部動員 只是找些當過兵的 那當然大家都沒有人相信的了 現在局部動員 其實一樣照抓那些沒有當兵的經驗 不過現在明正言順了 攻擊我領土 維國戰爭 又回到二次大戰的時候了 凡是男人的 基本上你是成年了 那去到你六七十歲都好 全部你都需要維國捐拒的了 所以我相信第一個政治上 就要解封全國總動員這個概念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外交層面上 就叫做被侵略的常任理事局 就不是一個侵略他人的常任理事局 那聯合國上面受到壓力 或者外交上面受到壓力 又會再細些 那當然我們看到動員令 在外交上面 還有他們對內 即人民的宣傳也都比較輕鬆 在說被侵略 所以他們要被迫 就是一個回應 所以可以將一個特別軍事行動 正式改名成為為 對國戰爭 在這三方面我們觀察 理論上對俄羅斯現在的困境 無論在宣傳上 兵員上 即他們自己政治上的對立 其實理論上都有好處 不過就沒有想到 即烏克蘭的反擊會來得這麼快 和這麼有力 在烏軍的角度 下一步他們當然 那個常任目標 當然要光復全部領土 下一步他們會選擇怎麼走 不久前 我和當地那位香港記者 在卡奧寮有談過 即我當地人現在的市場是越雄 就打算成勝追擊 和可能一兩年之內可以打贏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過份樂觀 但是下一步 你覺得他們是會向東 向南 或是甚至把克里米亞都擺作 短期內要光復的目標 Simon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巧妙的問題 就是一個先後次序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他能力打得多遠 我們一步步看 現在包括哈爾科夫 現在差不多整個州都收復了 下一個要目標的是 德烈茨克和盧金斯克 另一個就是克爾松 大家相當關注 因為就在我們今天錄音的時候 其實克爾松那邊也有反攻做得很好 所以你看到烏克蘭和俄羅斯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在開戰初期 俄軍佔主動攻擊烏克蘭的地區 但是戰爭來到今天 都在220天以外 好像是烏克蘭掌控著戰場的主動權 他想打邊就打邊 俄羅斯就能夠招架 如果我們現在看 很可能是東面打一場 南面又會打一場 南面現在反擊又似乎開始了 不像我們之前說的 是否陽攻 即是虛火一陣 引了主力過去 然後打東面又不像 現在南面又發動攻勢 所以我們的觀察就是 東面打一打 然後他們這邊的部隊 需要修復城鎮 建立他們地面補給線的管道 即將後面 無論是彈藥 無論是其他前線士兵需要的補給路線 全部鞏固了一個防線 才一步一步推進 你會發覺伊九武是一場 現在來漫是一場 可能下一場 就會去攻擊我們說之前的城市 例如之前失手的 尼西昌斯克、北頓涅馳克 這些城市 所以我們現在觀察 很有機會下一步會打什麼 下一步如果烏冬這邊 他們都會發動攻勢 就會打回 盧金斯克州 例如我們說尼西昌斯克 北頓涅馳克這些城 雙子城 當時俄羅斯用了他們最多的人民物力 去攻擊這兩個城 很有機會被烏冬 即是一個好的部署 又會一個狂風素樂業 打回這些城市 去到這些情況之下 頓涅馳克州 差不多會收復 下一個明顯會對著 盧金斯克 赫爾松那邊應該都同步進行 其實我們都關注 在冬天來臨的時候 究竟烏克蘭的軍隊 能夠在來補給困難的情況之下 能夠在冬天前 可以攻克到幾多城鎮 恢復幾多點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在年尾之前的目標 我們就會再上看烏克蘭會不會調整 至於克里米亞這個 真的遙遠了 至少都要攻擊了 克里松 然後在烏南地區 例如再進一步去到梅里托波爾 去到別爾光斯克 再去到馬里烏波爾地區 可能才修復了 才可以再去觀察 在克里米亞的動態 我們還沒說俄羅斯及威脅之前 既然你提到冬天 我想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這個問題 而且都頗難的 究竟冬天來到 對俄軍和烏軍 哪方面是比較好處 歷史上很多時候 特別牽涉到俄羅斯的戰爭 每次一冬天一出現 就會是一個轉捩點 但這次其實大家應該 對當地的天氣都頗熟習的 補給大家都有各自的困難 其實哪一方面去到冬天的時候 會有明顯的優勢 說到冬天 其實一個冬將軍 在烏克蘭這裏相當出名的 主要是因為他們很多地區都結了兵 亦都對他們的補給路線 包括無論是鐵路或者公路 都會帶來一定的困難 理論上我們計補給線的長短 理論上在本土作戰的軍隊 是會有好處 因為你外面進來的部隊 運輸的補給線一定是特別長的 相對困難一定是特別多的 所以我們觀察 理論上 烏克蘭如果是做防守方 固然會比較好 但偏偏今場戰爭 最奇怪的是 現在的侵略方 竟然是做防守的一方 反而被侵略國家 一早反攻 這個在東將軍戰爭中 是很少見的一件事 但我們也觀察 在今次入面 因為防守方 俄羅斯 所以他調配的資源 理論上會比較少 在進攻方面 烏克蘭這邊 理論上 他的補給線短些 但他要調動 因為是進攻方 調動的東西特別多 所以現在這樣計算 雙方都沒有特別優勢 在他們各自方面 如果我們這樣看 另外一個勝負的關鍵 就是誰可以打擊對方的後勤 如果可以打擊對方的後勤 包括在路線伏擊他們 在他們的倉庫攻擊 現在的烏克蘭 包括他們有長城的火炮 或者我們看到他們有 凱瑪斯系統 去打擊俄羅斯後方的倉庫儲存 可能就會令到俄羅斯 那一刻他們無論去做後面 運輸線的補給 和倉庫管理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當然 你可以對對方 製造一個這麼大的問題 但也會對自己部隊的推進 都可能會產生一個困難 始終冬天的情況 所以我們見到 戰士可能在冬天時 會比較膠著 就未必我們見到 在九月份展開哈爾科夫的攻勢 甚至乎剛剛我們見到 萊蠻攻勢就這麼輕鬆 但是整體上 我們觀察因為 因為烏克蘭的火力 比較精準 比較多 我們說現在的利器 就是凱瑪斯 所以我就會提高烏克蘭的線 在歷史上我們見到俄羅斯 經常在冬天會做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即是堅壁清野 總之是人家自己的 全部的民居都燒光了 總之達到目標 就是不擇手段 這次你覺得他會不會都會做這些事情 這次可能比較困難 因為這次的地區 他不是在自己本土 即是不在自己本國的地區去做 所以如果他堅壁清野 也會令到他後面的補給線跟不上 所以這次可能和以往 在莫斯科那時候的情況不同 因為他大後方全部都是屬於自己的地區 所以他做補給性 是相當容易的 亦是一個重心 但他這次作為進攻方 如果他堅壁清野 其實他首先要退出他們駐守的地區 就像之前那樣 在莫斯科的保衛戰 差不多要棄城 縮後 令對方引他們追擊 但如果他們現在這次縮後 基本上烏克蘭部隊全部向前推進 全部陣地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他們要用堅壁清野這個形式 就反而不像異戰的時候 他們用到 因為這個地方始終都不是他們的 他們的補給線 基本上是一路無法忍耐 所以用這招就未必這樣做了 我們再說回核威脅 其實到現在俄軍沒有什麼板斧 譬如車神總統已經說幾次 用核武 其實外間都會擔心一種所謂的 戰術核武 那如果他真的不斷撤退 會不會真的 封住一堆 找兩個小型的核武器 是這些快要塞走地區 駁你不敢打過來 或者真的攻進來的時候 引爆 這個可能性 現在你會怎樣評估呢 這個可能性始終是有的 因為真的俄羅斯的戰術核武 其實比起美國更加多 我們觀察就是俄羅斯的戰術核武 他們可以有不同的載具去用 包括他們的轟炸機、戰機 他們也有令人聞風喪膽的一種 極高槍竹武器 高槍竹武器其中一支叫匕首 這個極高槍竹的飛彈 大概九至十個音速可以攻擊到 理論上只要上面裝一些 我們說核彈頭 當然是一些比較簡單、細當量的 已經可以對一些軍事目標 或者一些人口集中的地區 一個很大的破壞 始終動能殺傷得很厲害 再加上核當量 理論上是防不勝防的 如果以烏克蘭現在的防系統來說 不是太健全 未必這麼輕鬆能夠攔截得到 就算美國也不是輕鬆的攔截的時候 所以如果俄羅斯要動用核戰術 始終都有它的發揮空間 不過當然它要面對的後果 我們經常都說 我先不去分析普京人的精神狀態 或者他人性格的缺陷 這些我們很難分析 如果我們純粹要看 就是領導人要想 就是他打了下去之後 那個好處和不好處一浮現出來 對俄羅斯那一刻的局面 其實應該是很多變的 例如我們這一刻去看 如果他真的用核戰術攻擊的話 部隊又未完全失陷 所以去到這個步步 又未必要去到這個地步 但你說真的去到部隊的生存性問題 會不會去到全軍覆滅 去到他們的國勢動搖 甚至乎他們的裝備真的沒有辦法 在戰場上撤走 甚至全部裝備都要在烏克蘭這邊 被敵方繳禍 令到他們的國庫 令到他們的軍火庫不足夠兵器 可能之後也都被其他國家 乘虛而入等等 很多事情的考慮當中 但如果我們現在觀察的程度 似乎俄羅斯 他們的部隊 在前線的部隊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的調動 包括例如我們說到 你要裝核彈上去 然後你要在機場上有一定的調動 這些暫時在一個程度上 我們就未收到 所以這一刻的風險 就可能去到2波 但好像Simon剛才你說 真的已經去到 黑耳松被收服了 然後打下去 連馬里烏波爾都被他打完 只剩下克里米亞 是否真的會 我們就一直去觀察 到時他們的前線部隊 如何去調動 在二戰的時候 有很多經典的戰 也是大會戰 是不能避 你會不會預期在未來 都會出現一場 雙方主力的大會司 既然搞這麼久 不如一波過大家 決戰 會不會有這一方面 例如黑耳松明顯攻守雙方 突然之間那一天爆發 然後就明顯噴出勝負 接著又殲滅了其中一邊的主力 那是否可以快些 完結這場戰爭 我們就我們觀察 在現代戰爭的角度 就已經不是人力資本 即是人力密集的戰爭 現在是一個科技密集的戰爭 主要就是因為 第一 現在的戰爭很講求情報的準確 如果情報夠準確的話 其實首先動力的武器 和動力的人數未必要很大 但是打擊的效果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隨著你見 由二戰、冷戰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戰爭的形態都變得很多 包括第一 情報要夠準確 第二 武器打擊也夠精準 所以這些大規模的會司 其實在現代戰爭來說 應該是越來越少的 還有部隊 文明的部隊都會有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他們要盡量保持部隊的戰鬥力 所以他們如果無非必要 都不會進行大規模會戰 做一些沒有把握的戰爭 如果能夠做得到 我相信好像烏克蘭的部隊 第一 他們會很愛惜自己的主力部隊 不會找人出去 然後隨便跟人打一個遭遇戰 雖然他們都長期需要 前線一些武器 例如坦克 裝甲車去推進 但他們都要求有這些車 做個防禦的推進 就不是想著他們硬硬硬的 坦克決戰 這種形式 就不是的 你見他們都會後面用火炮攻擊 用一些長程的火箭攻擊 但他們又不是攻擊對方部隊 他們攻擊對方的後勤 其實他們最重要就是令對方 是肚餓、口渴、沒有炮彈 變成他們只有什麼呢? 他們只有槍、有炮 沒有蛋、沒有食物、沒有食水 慢慢一步一步 我們俗稱為閹乾部隊的士氣 閹乾部隊的能力 最後令他們無法守下去之下 他們自己唯有去繪圖 這個似乎是現在烏克蘭的戰術 如果根據烏克蘭這個戰術 包括我們在哈爾科夫 我們見過的這個戰術 萊曼見過這個戰術 哈爾松也是用這個戰術 所以我相信烏克蘭繼續用這個戰術 不停將對方人性的弱點放大出來 包括沒有食物的時候士氣會低 如果沒有炮彈的時候 根本連攻勢都組織不了出來 最後一定要在戰術上放棄這個地區 我們叫做不費一兵一卒 令對方也要支難而退 所以大規模會戰的形式 我想發生機會是越來越小的 最後我想問一個很人性的問題 烏軍現在經常宣傳俄軍不斷投降 是一個大規模集團式的投降 其實這方面的宣傳 你覺得是否真的實情 還是全部都是文宣的性質呢? 如果俄軍真的這樣投降 會不會開始有些可能性 甚至是不用打就已經崩潰? 其實我覺得兩種可能性都有 烏克蘭一定用盡所有方法 去擴大自己的戰果 但我們也看到烏克蘭的宣傳上面 很多人說propaganda publication 你見烏克蘭有一個叫做 I want to live 的program 或者我可以活下去的活動 不停有類似的活動 宣揚在對面的軍營裡面 跟他說 其實你要活下去很簡單 我們有熱線的 你打給我們 聯絡到他們的軍官 說下你怎樣投降 你何時出現就可以了 其實這招就算是否活動 也在某程度上瓦解對方的士氣 這個就是很明顯針對對方的弱點 這個有點像我們說 在南韓的一個深戰 包括他們開著了很多個咪 向著北韓播這個少女時代 播一些南韓那邊的樂團 去引誘對方摧毀對方的士氣 深戰在今次的戰爭裡面 烏克蘭也想多出色 所以他有敵對方投降 亦都是加大宣傳自己的聖果 不停用社交媒體 去看到他們怎樣做推進 去光復的地方 去插國旗 很多事情令大家看到 當然還有很多 包括他們之前 有些地方是被俄羅斯戰爭的罪行 亦都令大家同情烏克蘭 亦都會吸引更多的西方媒體注意之下 令其他各國有壓力 這也是一個部分 所以我相信深戰那邊是有的 但實際情況在戰場 就更加慘不忍道 因為俄羅斯軍隊其實很多 根據在戰場士兵的說法 很多他們有陣亡的屍體 有很多是重傷 重傷之後俄羅斯部隊被遺棄 他們的同步離開了 他們就要繼續在原地 得不到救援很多時候 失血過多而死亡 這些在俄羅斯軍隊的寫照 我們都看不少 所以這也是 為何他們那邊投降 很多時候 他們自己的部隊都沒有關顧到 包括士兵生存條件 以及後撤的時候 應該如何去一個完整的情況去做 不會被對方追擊 所以這絕對看到俄羅斯的部隊 現在他們後撤的整件事 就不會整齊 變成他們的效率會很低 很有機會被對方呼鑊 如果你強行的戰鬥會戰死 其中一個最好的方式 其實他們都知道的就是投降 所以現在我們未知 例如包括萊曼一次 究竟投降的數目多少 官方未出到的數字 但我們相信絕對是過千的人數 是被呼鑊的 最後一個問題 問題應該很簡單 但答案很複雜 就是說你會預計 在冬天來之前 雙方那條線在哪裡呢? 即是去到嚴東真的要來到 那麼俄羅斯還可以搜到哪裡呢? 其實嚴東已經很快會來到 我相信這三至四個星期 其實天氣都會變得很厲害 可能初雪就來了 所以接下來都會有很多情況出現 我相信這一刻 我們講到烏東的地區 烏東地區我們相信打完來馬之後 很有機會來的界線 就會在北頓聶茨克和利西昌斯克 就是在盧金斯克最邊皮的地方 很有機會 烏克蘭軍隊就準備攻擊這個地區 就成為他們的前線 而在寒冬來臨之前 克爾松我相信 未會整個失陷 但在三個主要攻擊路線上 口袋都應該會越吵越大 最重要是他們想將 他們每個地區的俄羅斯軍隊切割開來 令他們逐個擊破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我相信在冬季之前 克爾松會繼續 優勢擴展 而去到烏東的地區 就應該會打到利西昌斯克和北頓聶茨克附近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看看戰國的最新發展 如果是下一個大的城鎮又再失陷 即對俄羅斯來說 烏東再光復到城鎮的時候 我們又再請教一下 Larry最新的見解 我們主觀上 也希望剛才你們所預測的 會成真 也希望不需要再打多幾年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 都是Larry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